另外再来看看也是最新日前 恶搞了房东的两名香港女子 躲了四天之后 昨天晚上顶着一头橘色跟紫色的长髮 终于在台南落网了 不过到警局的时候 这两个香港女子还是很嚣张 跟警方指定说要吃炸鸡 而移民署表示 现在会先将两个人送往宜兰的 外国人收容所来强制收容 如果判刑定业的话 他们必须要服刑完毕 才能够遣送出警 我们对房东都讲不出任何抱歉的话吗 这里有点话说 你们这个香港人觉得你们丢他们脸 还知道自己没脸上镜头 两名二名招账的港女 用衣服将自己包得紧紧快速上车 讨了四天刻意染发变装 最终还是遭到逮捕 前一晚谈谈警方将两人压卸到台北地检署 但过程中两人可没闲着 不但在警局边问话边化妆 还指定想吃炸鸡 而一路送回台北的路程中 竟然还想在行径的高铁上抽烟 脱去的行为 还有好心的旅馆业者收留他们 确造墙壁涂鸦 行径相当恶劣 我画墙壁垃圾蛮多的 然后他重点是把那个面子 都塞在那个马桶里面 要帮你叫鸡腿便当 那他们就表示说 他要吃炸鸡 要求超多又不断恶搞 英丽叔表示 会先将两人送往宜兰外国人收容所 强制收容 原则上是以60天为原则 这个部分还是要是 到时候检察官及法院 侦办的情形再做决定 依港澳条例规定 如查出两人构成犯罪 判刑定验 则需服刑完毕 才能遣送出境 要让这两个人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继续